层樓虧得越深是否代表越划算 折扬潮我们在电视新闻那边听得很多 而我在二手接触买刺身楼 即是十年以内的业主 大多数在2018年前后买入 折扬的比例都挺高 近乎七成的业主是折扬的 当一个买家看中了一个单位 有意向去谈教时 我都会做一个小搜寻 看回当时业主花了多少钱去买入 然后我就会跟买家说 业主买入价是多少 计算税费和其他集费 总共的买户成本是多少 如果以现时的口价买给你 他大概要亏多少钱 这样听起来买家其实挺 整条数加加减减 有时的数額都挺触目惊心的 一来就跟买家制造一个话题 去吸引他的眼球 而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发展商 就是详实 深水炸弹炸烂市 不止是一单两单 他们的市场真是其中的表较者 在心理学上 每个人都有一种占便宜的心态 如果单位是虚弱的话 买家会更加上心 他觉得我真的很英明神武 找到一个这么笨的单位 或者有一批就会心存僥倖 幸好我多年没买 不是的 虚钱那个一定是我 在这个市场如果是蚀钱买楼 买家会不会觉得单位更加适合买 从而做错决定买错楼呢 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呢 事实上一点都不高 因为买楼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牵涉几百万上线 过千万的投资 我几十万想下 百到九成的买家 一定会提前做功课 了解各个地区 各个屋苑的楼价 不论它是一手还是二手 只要买家做足功课 接触得多 懂得比较价钱 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时价 简称就是现时的成交价 究竟是多少钱 如果低于这个成交价 那叫做抵买 如果高于这个成交价 那叫做贵 而在这个下行时 基本上高于市价的楼 是很难卖出去的 除非真的很好装修 很好景观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买家 真的不做功课 有时你不做功课 真的有机会被人当成水鱼 去拖的 当被人拖的时候 你就没得完 用整个百万 或者是过千万 去交这个学费 这件事就真的需要一个 很强大的Home Calm 还有有足够的财力 学一学理财的投资观念 或者提早识一个好的Agent代理 既能可以避免你弃中的陷阱 又可以帮你省钱省时间 挺好的 说回业主那边 他买什么价是他决定的 当然成不成交是由市场决定的 至于他当年买多少钱 其实都不关买家事 都不关一个代理事 业主其实壮事断臂 虽然你欠钱买货 他都有自己的私人原因 而作为买家 就好像去市场买了个面包吃 你只想知道在这个市场上 现在是叉烧包好吃点 还是菜肉包好吃点 至于老板做了个面包 它的成本价是多少 你是不需要知道的 至于老板是赚了钱 还是是亏了钱 都不应该影响 你对这个面包的价值的判断 说面包有点抽象 不如我们说回业 假设有两个单位 在九龙站 停天半岛 第一个单位 业主的买入价是2300万 现价卖 卖1900万 免价就亏了450万 第二个单位 业主在十几年前 大概1000万买入 现时卖1800万 免价是赚了800万 两个单位除了流程有点分别 质素或者景观户役完全一样 你觉得这两个单位 哪个叫抵买 无可置疑 A单位是大欠药 但是B单位对比原价 是更加抵买 相差了一球 所以业主是否欠药 对市场价 或者现价有多大影响 其实都没什么 只不过心理上 你会买得爽一点 业主伤心就一定了 买完买了 卖则扮买他 当然了 如何去评估一件货 是否值得买 这个需要你提前做好功课 而市场上一些更专业的投资者 他除了比较现时的 一二手楼之外 还会对比 同不同的投资工具的投资回报 你死不死 才决定自己买不买这层楼 只要知道越多了解越头切 一句说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小小看风格踢球吧 你是用对脚踢球的嘛 我没说谎了 都希望大家买到自己的Gym House 我是路易斯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